在西游记中 孙悟空一直都是任劳任怨 保护唐僧西天取经 孙悟空用自己的火眼金睛 石破妖怪的阴谋诡计 虽然面对白骨精化身的人类 也没有逃过孙悟空的法眼 虽然悟空打死了人类 但这三人都是一早就被白骨精给害了 才被白骨精利用 所以孙悟空根本不是害死他们的元凶 但是取经之路上 孙悟空确实打死过凡人 一共六名凡人和一千名猎户 先不说这已经破戒 事情本身就有为道义 但是这么重大的污点下 孙悟空还是能够顺利成佛 这又是为何呢 在大乘佛法中 最根本的戒律就是五戒 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语 五不饮酒 只要你皈依佛门成为佛家弟子 就必须遵守 在这五戒中 不杀生居于守卫 可见这是戒律中的重中之重 佛家从始至终宣扬以慈悲心为主体 须怀有侧引终生之心 不能伤害一切众生 这众生还不单指人的性命 只要是有生命的生物 例如旁生鸟雀虫移等的性命 也是不可伤害的 更有甚者 若是你反触犯戒律 会被直接逐出佛门 但是来看看孙悟空 他没有别的不良嗜好 不喝酒 不邪淫 不偷不抢 没有物质需求 唯独只有暴脾气 对于人的性命 没有太大的概念 他的观念只有好与坏 只要是坏人 就可以直接消灭 所以在面对那些 穷凶恶极的强盗时 孙悟空一棍子打死 没有半点迟疑 其实我们需要 透过现象看本质 西游记中 宣扬佛法 崇尚我佛慈悲 是贯彻始终的内涵 悟空打死凡人 这等违背佛法出现 必定有它存在的意义 先来看看 这六个被悟空打死的强盗 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凡人 故事巧妙地 将六人的名字 分别取名为 眼看喜 耳听怒 鼻袖爱 舌长丝 意见欲 和身本忧 恰好与佛教中的六根 完美呼应 即眼 耳 鼻 舌 身 意 这六根 正是凡人容易破戒的最大因素 是产生问题的根源 而悟空打死六个凡人 正是与自己的六根 来个彻底了断 未来摒弃七情六欲 一心一意护送唐僧西天取经 这是悟空自我进化的开始 也拉开了悟空 踏入佛门修行的序幕 虽然在此之前 悟空已经被压在五指山下 五百余年 但这五百年 可能只是磨平了悟空的心性 但是却不代表 将他的本质被改变了 所以悟空依旧还是以前那个 会大闹天庭 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 也就是悟空六根残留 会对未来取经 埋下不祥隐患 唐僧这一介凡人 也不能把控好孙猴子 为此 需要由孙悟空 自己打死这六根盗贼 净化内心欲望 放下过往 全身心投入到西天取经这世上 而孙悟空确实也不负众望 最终带着唐僧取得真经 还被如来清风斗战胜佛